夜市人生鼎沸 老闆的手也從沒停過 一下子生煎包起鍋 一下子糖包出爐 而座位區更是座無虛席 但民眾才剛坐下 卻發現蒸台的縫隙 由小牆跑來跑去 他們料理台下面那個縫 很多蟑螂一直在跑出來 大隻小隻都有 然後還有剛出色的那種 這處攤商就位於 高雄的瑞豐夜市 業者主打生煎包跟糖包 是美食第一排的知名店家 已經多次前來消費的 郭小姐第一次跟男友 坐在蒸台前的位置 就目擊到恐怖畫面 但讓他們更無法接受的 是同時間店員發現後 卻淡定處理 事發後店家照樣高盆滿座 但被問到蒸台有小強的情況 他們也滿腹委屈 店家除了強調都有固定清潔 也把責任推給是小強亂竄 讓他們煩不勝防 夜市管委會表示 他們一年都有兩次的大消毒 剩下的只能靠個別店家 自己做好環境衛生 而衛生局說 雖然沒有規定 攤商的清潔次數 但只要出現米奇或小強 等幣沒生物 還是會要求店家限期改善 否則人得開罰至少6萬以上 TVBS新聞裝飾熊 李三社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郝翔